这屁股太性感了 好想去抚摸一下 大屁股 看到他正在体车 你的心情如何 感觉特别像过圣诞节 雪花 你要被磨火山泥了 你有什么感想吗 应该是什么 就是你的漆面将会被磨出 很多细小的划痕 所以我已经不是原版原漆了是吗 你是原版也是原漆 但是是有细小划痕的原漆了 火山泥出现 你有什么感想 历经也天翻 你冻不怕 反正你也不卖 99包油谁要 哈哈哈 经过火山泥的洗礼 我们车车上一些只靠洗车洗不掉的杂质 就被清理干净了 接下来就是把泡沫给冲掉 静置一晚 明天开天 如果大家能看到这一段视频的话 就证明IQO的内存卡已经没有办法被修复回来了 所以IQO提车的视频和照片已经都没有了 我的内存卡 对是他的内存卡 垃圾填梭千万变 但是这是我的相机 我的相机现在变成了一块板砖 然后我们昨天下午去洗了一下车 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除尘开始准备贴膜了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的心情极度复杂 但其实还好 反正影像视频没有了 但是美好的记忆还留在我们的脑中 而且有关于这个小车车呢 以后肯定还有更多美好的事情 更多好闻的事情发生 少了一期视频其实也没有关系 那就先这样吧 我们先要去贴膜了 现在准备上去裁膜 贴的啥膜呀 微固V100是吗 是V100跟GTR同一款 这是广告植入吗 我可以申请加钱吗 这边那个膜这个没有 对 对 就这个Toyota没有 把这个拆开 拆开以后 然后我们这样膜 就再把它粘上就贴了 你即将失去这个Toyota的标 因为这个膜是欧版的 但是我们车是中规的 中规就有Toyota这个标志 然后很多车主都选择把它给抠掉 但是我坚决不抠标 我不喜欢这种行为 就跟我不抠泥桑是一样的 对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Toyota放在这好看吗 好看啊 看我发现了什么 宝马这标 宝马用赚 上去拆摩去吧 看到了吗 这不是纸 这是人民币 因为方黄同学的GTR也是用了这一件纸 然后我本来以为 宿舍比GTR小那么多 可能用半点就够了 但是宿舍的小件太多了 万里妈的零件要覆盖上 所以跟GTR一样也要用一件纸 我的车也不到一百万 但是我贴膜的价钱是一样的 嗯 车衣打板才好 就要进入降陈车间了 这也是IQO人生第一次开上职 属于自己的车子 我要看这些 这是我第一次碰的 你要启动它了 这个座椅好低啊 视线好长 这个刹车还挺高 是吗 比GTR好用 但是视野太差了 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现在鸡盖正在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贴上去 跟GTR的插嘴都挺大 贴上去更亮了一点 我们今天下午能进行到哪一步 今天能把鸡盖贴完 然后把前夜板贴完 还有两个门吧 好的 那我们明天见 好 明天见 拜拜 现在是我们贴膜的第二天 经过了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 不知道现在进度怎么样了 我们是已经贴好了吗 对 已经贴完了 这也太快了 它这个正常的贴装时间 有一天就足够了 主要是前期整备时间长 还有后期的小件交车的时候 然后验车的时间长 真正天用不了多长时间 尽量过一晚上 第二天再踢车 明天早上过来踢车就行了 老板太棒了 对 老板听说你要给你媳妇买房子了 怎么样 嫂子怎么说 她也想要个房子 所以这个车特别漂亮 大家怎么看 我们西红柿炒蛋组合 快要出道了 好 我加油了 咱们跟小子买一辆 你要说啥 什么时候把小明卖了 为什么要卖小明 这不是拍摄车吗 鲜辈 所以你是想在里边握着吗 多好 是吧 还快 你是不是找茬 这辆车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鸡盖 因为这个鸡盖宽幅太宽了 因为我们的膜的宽幅是1.5米 这个宽幅应该要达到将近1.7米 1.6级 所以说在贴膜的过程中会把它拉伸 昨天贴鸡盖上我家占了5个人 对 然后我拍照片发给我朋友 他说你在干嘛 我说我在贴膜 他说我以为你在换宽体怎么这么多人 对就是因为这个宽幅太大了 所以我们要5个人一起拉这个 才能把这个给贴上 这辆车的前鸡盖要比正常的车要大很多 都差不多了是吧 现在就说是短黄镜了 嗯 还有树边 再把边一幅就可以了 那就差不多了 老板辛苦了 不辛苦 小哥哥也辛苦了 不辛苦 我知道 你能不能得换 神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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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神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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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我 说话 大家猜猜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没错又答对了 我们的车车已经贴好膜了 然后林牌也办好了 它终于可以合法上路了 你有什么看法 我也想开 50块钱一次体验费 我可以漂移吗 5万块钱一次漂移费 然后我今天专门戴了一个绿色的口罩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网上很多人都说我们是韭菜 所以我就戴了一个绿色的口罩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颗开心的韭菜 别管网上那么说不说 自己的钱挨怎么挖怎么挖 没事 反正我觉得被人说韭菜 我还是很开心的 韭菜挺好吃的还装痒呢不是吗 我觉得我不需要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 我们从订车5月20号到今天 半年的时间 我们经历了什么 去之前疫情 回来你又被带走 然后刚开始天魔人那天卡又坏了 有感觉冥冥之中 你想要在中国开上一个 有个性的小众的性能车 你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你就像之前的GTRE一样 等两年各种乱七八糟手续 你这个也是虽然比我各种乱七八糟手续烦你 但是它总会蹦出来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烦你 我觉得这就是 其实也还好 我觉得只要心态好就行 反正是你的总归是你的 慢慢等着就好了嘛 也不用那么着急 昨天我们俩组了10块钱 我觉得我的车不会被红布照上 但是大型设计现场要开始了 我去你在干嘛呢 发动机啊 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见到你对一辆车这么上心 这是我自己的车啊 你那么喜欢小明你都没有这样对过小明 因为小明不配 看看这个人 这就是女人 女人 没错就是我 感谢雪哥让我的车变得更好看了 车本来就很好看 今天现在更漂亮了 不客气 通过我的努力能让这个车更漂亮 我也很高兴 那我们出去溜溜 然后就把它带回家了 带回家 停回工作室的车位 我们小车车的贴车衣任务正式结束 照相了照相了 你把车灯开一下 车灯怎么开啊 你车主你问我 网网车主在哪里 快过来跟我说怎么开 网网车主在特斯拉上 有了照相 在灯边上 对 然后把你的右腿伸出来 对 在echo剪制期视频的时候 我们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我和方方同学去杭州 提车的素材被修复回来了 所以下期视频 就是echo的正式提车视频 方方同学也有剪辑她的版本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哦 你在干什么 我在感叹她实在是太漂亮了 放开我的车 等我们先打一下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拜拜 拜拜 我 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